如何才能变得更有自信 首先什么是自信呢 你们才知道 就是一个人打内底深处 心底 你看他说出来的话 你得有底气 而不是从嗓子里说出来 这种人一辈子都没自信 他经不起沉淀考验 肚子里没祸 嘴上的闪烁其词 顾左右而沿塌 这种 那他所谓的自信就是借势 我背后有个什么后台 怎么怎么样 虚张声势 忽加忽畏 老虎不在家 猴子惩罚我 那有些人呢 说我很强势 很霸道 很不讲理 也有这种的自信 那你是仗势欺人 实际上天道不在你 天理公道 良心 在你这儿生 绝对没有 久而久之 就不行了 你这辈子福报大 祖宗留下来的基业 够你造的 败的 那么一本两本三本 福报三代 指的也是这种 你注意了 还有这个 上下起伏呢 他总有这个大的规律 风水不能只在你一家 轮流转 这就是慢撒气的过程 能维持的更长久一点 那由胜到衰 是儒家 其实儒家也做了很多功课 要不然他很快就衰落 那薄房户啊 什么农民起义啊 那不能有钱 一有钱 不知道怎么花了 乱花 那败的就快 还有一种 就家里边 我好像很说了算 很行 到外边 不行了 蔫 大有人在 窝里横 窝里斗 有的女性 经常有这样 男的也有 就家里那点能力 说的就是 你这种 你会发现 他其实 整体 他心是很狭窄 有能力 也就是那些 导动那些物件 那些小的事情 跟物 最多跟事打鸟的 跟人 他就交道不来 这种人 他的能力 其实是有限 他不叫有本事的人 你能用人 能心怀天下 网络人才 你可以讲 负面 他叫 笼络人心 但是 你心 往正处想 那就大家一起 种乐乐 这才是真正 了不起的 我窝里横的 你看 很多人 这个事我来 这你不行 他其实 他自己放不了全 就算你行 你不能一直自己来 能活几十年 其实很多事情 他反而是 自言自语 就跟你 对你好的人厉害 这种 他不叫自信 就那么点权利 他就用完了 一个保安 我说不让你进 你就不让你 死都不让你进 一点不变动 那么 有的时候是好的 你打仗的时候 这种 就很严格 必须要 很多时候 不耽误办事 总的特殊情况 总有临时状况 自闹嘱 所以你自信 是由人而生的 还是那句话 而不是自恋 自私 这种人 他的自信 是很狭隘 很多 太多了